这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座监狱 这座监狱虽然是由军人管理 但它不受任何军法的约束 事实上这里的犯人连自己的罪名都弄不清楚 而且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公开审理 他们如今连释放的希望都没有 最终永远可能关禁在这里 这根本就是一座黑牢 而这座黑牢在哪里呢 就在美国人控制的手下 地点就在古巴的美国关达纳湾的军事基地 这座关达纳的黑牢 事实上是美国在九一反恐战争之后 为了便宜行事 而临时设立的 把各地抓来的恐怖分子就关在这里 永远跟世界隔绝 表面上看似安全 事实上里面的处理是极为不人道 如今最高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700多人关在这里 但现在还剩下166个人 在将近的10年的关闭之后 他们这些人就算有罪 大概也已经服了他们应有的刑期 而且还有很多一般以上 恐怕根本连罪名都已经澄清 他们没有任何跟恐怖分子关联的关系 应该获得释放 事实上美国总统欧巴马 在他第一任就任之前 曾经承诺要去除掉美国民主上这个污点 同时美国骂选人来说 这里是一个庞大的负担 平均一个犯人一年要花掉80万美金 但是五年下来 他还是无法实现他的诺言 反而美国国会变本加厉的通过一项法案 说这里的犯人不准移送到美国的本土 也不准在美国的本土的法院受到任何的审理 于是他们只有一条路送他们回他自己的家乡 但这些犯人很多的国家也不敢受他们 如今有166个人就处于这种僵局当中 从2月开始他们开始进行绝食 人数已经多达将近100人 情况还在蔓延恶化当中 究竟这里的情况如何能解决 湖南大湾监狱里面的真相是如何 如今美国总统欧巴马再次提出 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眼看他任期剩下也不多 究竟他能解决得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黑牢 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到华盛顿 美国26个城市群众走上街头 他们身穿橘色球衣 头戴冰面罩 抗议美国总统欧巴马说话不算话 今年2月有囚犯不满的御方 将可兰金当成为禁定 长期饱受不忍到对待 与监狱警卫爆发冲突 同时开始大规模的绝食抗议 囚犯使出绝望的手段 军方决定强行灌食 我没有想要这些人死亡 明显在古巴的关达纳摩湾间域是美国唯一设在共产主义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 原本主要是收留难民用 911恐怖攻击发生后 当时的布希政府决定将抓到的恐怖分子集中管理 由于这里不是美国领土 囚犯不受美国宪法保护 也因为被囚禁的人不是战俘 不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 不能报复 不能杀害 以及基本人权的保障 囚犯成为砖板上的肉 日人宰割 砰在尽尽 means being punched means being kicked I spat upon That hopelessness became complete And all of this With no access to anybody Who I could appeal to With reason And say Please can you give me 我是一個人物 而且我負責自己的正義 英國電視台就曾經綜合情資 拍攝關達納摩灣監獄的寫實場景 美軍的手段除了拳打腳踢 言語羞辱 還不讓犯人睡覺 關禁閉時強迫聽雜訊噪音 剪犯人頭髮 美軍在這裡用盡一切手段 就是要追出恐怖分子的源頭 這些囚犯長期被關起來 沒有起訴 沒有審判 被世界遺忘 但不惜沒說的是 當記者一踏上古巴領土 美軍人員從頭到尾在旁邊 要拍什麼去哪裡拍都被嚴密管制 可以種花 可以看哈利波特 不過囚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這個狹小的鐵籠裡 整個空間不過2.4公尺長 兩公尺寬 簡直跟住棺材裡沒兩樣 操場上可以選擇玩足球或是籃球 桌上足球也應有盡有 這些球似乎也太心理一點 桌子上的照音似乎才是獄中的真實情況 不過這一齣樣板戲還沒演完 接受訪問的美軍喊冤 認為自己才被犯人折磨 然而根據調查 這是一座全世界最貴的監獄 光是照顧一位犯人 一年就要花上80萬美金 比起在美國本土的監獄 要貴上30倍 一度關押700多人 現在剩下166人 關閉古巴的關達納摩灣監獄 這句話摩巴馬已經講了5年 2009年上任時 他的確簽署了行政命令 宣布一年內要讓這座監獄 關門大吉 沒想到國會不買賬 我把馬的選舉支票當成橋票 國會也立法禁止這些囚犯 送往美國本土 還有其他人 也有些人 沒有國家 國會不買賬 國會不買賬 諷刺的是 監獄內的部分囚犯 其實已經被釋放 但他們自己的家鄉 卻拒絕這些人入境 現在監獄爆發絕食抗爭 讓原本幾乎被遺忘的 關達納摩灣監獄 再度成為國際焦點 我們要求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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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去的166個人 成為美國的燙手山芋 也讓講求人道主義的美國蒙城 關達納摩灣監獄日日過關 勢必將成為 美國爭取人權自由奮鬥史上的 一大污點 我們要求正義